赵姬是一个柔弱可爱的女人 她的一生经历了女人完全不同的四个阶段 在吕不韦那里 她是个温柔美丽的情人 在秦王迎子楚那里 她是个聪明有心计的女人 在嫖毒那里 她是个善与忍耐兼有诚服的女人 在儿子迎正那里 她是个慈善并有强烈责任感的母亲 她本人没有政治野心 只想追求幸福 这和一般女性没有什么不同 不幸的是她生了一个空前伟大的皇帝 不但一生没有幸福可言 反而成了后世议论的对象 一花接木 一步登天 公元前361年 秦始皇的高祖父秦孝公继位称王 当时 齐 楚 魏 韩 燕 赵 秦 七个大国 史称战国七雄 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 使国力逐渐强盛 成为七国中的头等强国 在其他六国之中 能与秦国势均立敌的仅有赵国 赵国在名将连坡的指挥下 两度击败了秦国 而且在龙池会上 赵国的恋相如以其 惊人的胆略挫败了秦王的外交攻势 迫使秦昭相亡 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赢义人送入赵国 作为仁智这一招可救苦了赢义人 他终日抑郁寡欢 酬长百节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吕不韦 吕不韦经于心计 他便由七国看到秦国商鞅变法之后 在政治 经济各方面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认定了未来的天下必然归秦 由此他决心以经商所得的剧力为本 转入政治生涯 正好这时一人作为仁智被压在赵国 他认为这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千方百计的与赢义人结交 义人求居赵国举目无亲 便很快与吕不韦结成了至交 吕不韦告诉赢义人说 未来戴州朝管辖天下的非秦莫属 令尊安国君即将继位 而安国君在所有姬妾中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又没有孩子 你如获得华阳夫人的欢心 作为他的四子就有可能立你为太子 这样秦国的国君就是你了之后 吕不韦还以经商的名义到秦国去 以重金买通了华阳夫人的姐姐怂恿华阳夫人 要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极力说赢义人的好话 而且为了日后的地位 要认赢义人为刚儿子 接下来 吕不韦为赵都涵丹的一个名叫赵姬的歌迹熟了身 赵姬生得美丽动人 且又聪明 吕不韦与他就有了雨水交欢 并向他吐露了心中的意图 这赵姬野心颇大 吕不韦要他做一国之妃 真是求之不得 于是听从吕不韦的摆布 吕不韦与赵姬欢愉数次之后 赵姬便怀孕在身 吕不韦心中大喜 开始着手他的下一步计划 吕不韦买通了监视营艺人的警卫 邀请营艺人过府饮宴 并叫赵姬陪侍 营艺人青春正盛 见赵姬生得楚楚动人 不禁心持神谣 觉得他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美人 酒足饭饱之后 吕不韦命人被车 送营艺人和赵姬回到管义成其好事 枕边恩爱之余 赵姬成姬说道 你要回秦国 还得需要赵国的重要情报 我与赵国的许多重要文武官员都很熟悉 我今后会留心为你搜集 但赵姬与盈艺人的关系 以及赵姬刺探情报的事情 已经引起了赵国一些重要官员的警惕 于是准备杀掉盈艺人 后因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 他不惜重金收买首官的将力 秘密地让盈艺人与赵姬逃回秦国 不久赵姬临盆生子就是后来的始皇帝赢政 盈艺人回秦国之后马上与赵姬拜见了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平白地得了一双儿子儿媳 加之赵姬性情乖巧 百般亲近华阳夫人 把华阳夫人哄得乐不可知 安国君当然也听华阳夫人的 于是正式宣布立盈艺人为储君 并赐名子储 定为王位继承人 不久昭湘王病逝 安国君正是四位为秦孝文王 立子储为太子 而赵姬则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妃 这安国君日久如命 宫中姬妾成群 多是青春年少 面貌如花 他任意挑选尽情享用 不到几个月 秦孝文王因久 色伤身也一命呜呼 盈艺人则名正言顺地成了秦国的国君 史称秦庄湘王 赵姬成为皇后 赢政做了太子 赢艺人登上王位后 秦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壮大 在公元前249年灭东周 这时的秦庄将王心中不免开始交横 觉得并吞六国 统一华夏以胜券在握 但他也自知 他之所以能有今天 凭良心说是吕不韦的功劳 但吕不韦公于心计 如今又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 怕今后难以对付 不免起了除掉吕不韦的决心 而吕不韦也心中有数 好在赵姬虽当上了至高无上的王后 但仍不忘于吕不韦的旧情 于是二人暗中密议 欲除掉庄湘王 由嬴政继位 嬴政实际上是吕不韦的亲骨肉 如这一计划得逞 则吕不韦的权势和威望会进一步加强 而赵姬也好垂帘听政 这正是吕不韦和赵姬经谋已久的事 赵姬本来生的貌美过人 又正在风华岁月 更显得妩媚俏丽光彩照人 对男人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于是他夜夜献宠 并另选一些年轻美貌的宫女 陪侍庄湘王 庄湘王面对如花似玉 百态千姿的年轻妻妾 总是精神抖擞 略而不疲 不久 庄湘王的身体就被掏空了 在36岁那年一命归因 庄湘王的驾崩 年仅13岁的嬴政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尊赵姬为王太后 尊吕不韦为重父 军国大事全部委任给了吕不韦 谋杀政敌 会乱攻为 秦王嬴政以13岁的年纪登基 赵姬和吕不韦又感到了新的威胁 原因是庄湘王还有几个非赵姬所生的王子 其中由以长安军成交才干杰出 且人缘颇好 王公大臣对其刮目相看 赵姬心想 不除长安军 无以巩固儿子嬴政的统治地位 于是 他与吕不韦密谋 开始进行并吞六国的战争部署 首当其冲的便是赵国 于是派大将蒙舅与张堂统兵先行 蒙舅与张堂屡战不胜 第二年便派长安军成交与大将樊于胡去接应 成交这时年仅17岁 即使才干杰出但无实战经验 樊于胡也看出了秦王嬴政委任成交的音谍 向成交道破其中的隐秘 激怒了成交 在大军开进到屯流军山西长治县北之时 按兵不发并由樊于胡写出席文通告 揭露召击原是吕不韦机械 吕不韦用一花揭幕之际 阴谋夺取秦国的政权等等罪行 这时张堂被召兵击败 正等待援军 闻听长安军统兵来源 心里稍结轻松 却不料接到长安军叫他立即领兵攻打长安 消灭秦王嬴政和吕不韦的命令 张堂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人物 他断定靠长安军的力量 要想消灭秦王嬴政 那是拿鸡蛋砸石头 于是赶赴长安向秦王报告 秦王连忙与吕不韦商议 此事郑重吕不韦下怀 因为这本是他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于是派名将王俭捅兵去征成交 樊于胡哪是王俭的对手 加之寡不敌众 很快就全军覆没 樊于胡在危难之时 劝成交随他一起逃奔燕国 这时吕不韦密派使者劝成交 说你与大王本是兄弟手足 大王胸怀豁达 已知今日这事全是樊于胡挑起来的 离见你与大王的手足之意 何况大王乃仁德之君 怎忍加害手足 这事大王一再说与你无关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秦国的好 放着现成的封侯败将的富贵 去流落异国遭人冷落 那又是何苦呢 这成交仅是个十七岁的少年 心地单纯 哪知道这是右鱼上钩的阴谋 就没有与樊于胡突围去燕国 接着 王俭大军软禁了成交 抱与秦王嬴政 吕不韦一口咬定成交是谋反 立即传秦王嬴政的旨意 将成交就地正法 除掉成交这个心腹大患之后 赵姬自以为秦王嬴政的生母 高兴之余便得意忘形 肆无忌惮 他本是个卖笑歌迹 装香王驾崩时 他还正直而立之年 怎甘寂寞 守节几个月后便难耐不住 常常借商议国事为由赵吕不韦进宫 他两人本有夫妻之时 如今正好在续前缘 而吕不韦也自恃功高 加上秦王嬴政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所以出入宫为无所顾忌 赵姬和吕不韦的事在宫内外 尤其是长安街头 被人们当作特号新闻互相传播 并且添油加醋说得丑陋不堪 这时 秦王嬴政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天子 还不解其中的底细 也就没有多介意 该到成交被杀 他也看到了樊于胡所写的习文通告 心里才对吕不韦有了戒心 一日晚餐时 皇太后召集特命秦王嬴政事宴 久憨之计不由说出朱沙成交 是为了巩固王位的目的 接着还说了许多为这个国家的振兴 所做出的贡献 秦王嬴政听了也不由毛骨悚然 觉得这位母后不是寻常的女人 心狠手辣 绝不可等闲是之 从此开始注意她的行为 派了心腹宫女监视赵姬平日的言行 并及时向她汇报 这时赵姬身居皇太后养尊处优 兼知三四十岁年纪 正是徐娘半老经历旺盛之时 她累赵吕不韦 而吕不韦又感到危机四伏 加上她自己已年过五旬精力有限 于是就想找个人代替她来满足赵姬的情欲 凑巧咸阳世上有一无赖之徒名叫嫖毒 全然不知羞耻为何物 吕不韦把她押入府中 拔其胡须 假作太监 送进宫中陪侍太后 娘是进宫寇见太后 赵姬立即赤退左右 引灯卧榻 嫖毒果然伪壮 太后心花怒放 如获至宝 从此娘毒便不离左右 全时辰陪侍 过不多久皇太后竟然怀孕了 这可不是儿戏 于是立即密赵吕不韦进宫商议对策 吕不韦献计 只说太后身体欠安 想离开咸阳 居外敬阳 只要远离皇宫就便于处置了 赵姬也觉得此季甚好 于是向秦王嬴政说明此意 这时秦王嬴政已二十三岁 经过十年来的执政 对一切军国大事也有了一定的处事能力 也厌于请示母后 所以当太后提出这样的要求后 她欣然同意并吩咐太监总管 内务大臣等办理此事 正便未遂 抑郁而死 为了让太后安静地调养 秦王嬴政在距咸阳西北二十里处 另建了一座幽静而华丽的雍宫 这座皇太后别墅环境清幽建筑别致 赵姬十分满意 她带着贴心的宫女和娘渡同往居住 儼然正式夫妻 招欢慕乐 不久皇太后赵姬生下了一个男孩 又过了三年 赵姬年近五十又生了一个男孩 秘密地放在农家抚养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娘渡见自己身的皇太后赵姬垂爱 又一连生了两个男孩 知道以后万一皇太后赵姬去世 秦王嬴政一定饶不了她 于是起了篡位之心 她要皇太后赵姬 命秦王嬴政给她封侯 皇太后赵姬当然同意 就以娘渡侍奉有功为名 要秦王嬴政封她为常训侯 并加封为太原郡国宫廷总管 房宫中的车马衣服 苑朴池烈等事全由谋独掌管 这下子娘渡的威势日增 渐渐地也鲜夜膨胀起来 便与皇太后赵姬私下密谋 欲除秦王嬴政让娘美所生之子 继位为君 由皇太后赵姬垂帘听政 这太后色迷心窍居然也就同意 于是娘渡大肆发展亲信党与阴谋发动政变 小人得志往往忘乎所以 一日他与朝中的王公贵臣饮酒时喝得鸣鼎大醉 其间因猜权毒酒引起口角 嫖毒依是皇太后赵姬的势力目中无人 他对着那位大臣 大骂道 你算什么东西敢顶撞老子 我乃秦王贾父 你有眼无珠不识高下 今后这大秦天下都得听老子的这些大臣听了 立即禀报秦王嬴政说娘渡有谋反之意 秦王嬴政于是密派亲信使臣赶紧查明事情真相 信使潜入雍宫查明了嫖毒却非燕人也却与太后私通 所伤两个男孩也却有其事 秦王嬴政听到汇报后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下令捕杀了嫖毒和太后赵姬与怨毒私生的两个儿子 还把太后赵姬驱往扶杨宫派进军监管 而吕不韦因为引娘毒入宫 串通作祟淫乱恭维 遂免去向国职务 勒令迁往河南居住 吕不韦定居河南之后 各国都知吕不韦作为秦国丞相多年且颇有才干 都纷纷请他去主持国政以便抗秦 秦王嬴政闻听此讯亲自写信 质问吕不韦对于秦国究竟有什么功劳 又与秦国究竟有什么牵缘关系得以被封为重负 命他率领全家到蜀中居住 吕不韦接纸后长叹述声 他想若将真相全盘拖出 使出暧昧确实不变名言 秦王嬴政生性暴力 皇帝的面子比黄金贵万倍 如若说出实情定会受极刑之苦 于是绝望了 狠心引阵自尽 眼下的赵姬本已十分凄惨 当他闻之吕不韦死讯后 真是痛不欲生 但又不能以死相讯 他回想起当初与吕不韦一见如故 想起他就自己出风尘 想起与他以往的恩爱 不由肝肠寸断 万念俱灰 自此 赵姬每日以泪洗面 漠然不语 过了三四年后 终于抑郁而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